其實有一些大咖這個大咖CEO講話我們要特別留意 講這之前呢 幫大家回顧一下一部電影叫做賽德克巴萊 裡面有一句驚舔台詞 就是開場白他說 莫娜好的獵人要懂得安靜等待 什麼意思呢 這獵人要等待有機會的時候才做出手 命中率最高 勝算會最高 那講到這呢 我們就想到 過去CES展 秀麗姐 通常大家都會注意NVIDIA的執行長 黃仁勳他講什麼 大家看一下去年的時候呢 他講了一整展場 全部都在講AI跟自動駕駛 但是你看 今年不一樣 今年CES展 他不再講AI 也不再講自駕車 當然並不是表示他不看好 而是他認為 現在呢 因為市況不太好 因為畢竟股價也跌了 然後挖礦的 這個風潮也過了 他認為 公司要有一定的獲利水平之後呢 才可以繼續提供銀彈 來為下一個階段的AI跟自動駕駛來發展 換句話說呢 他把戰場拉回到他們原本的主戰場 就是繪圖晶片市場 他現在比較看好是在這一塊 待會你幫大家做解讀 因為呢 你對比其他 CS的廠商喔 大家全部都還在講AI 不管Google啊 三星啊 或超微啊 聯發科啊 等等喔 全部都還在講AI 但是呢 當初最看好這一個AI的黃仁勳呢 這次不談AI了 但是到底誰對誰錯不知道 也許他這一次不講AI 也許他的AI技術會被別人超過 有可能 比如說像之前 台積電跟 這個英特爾在爭奪先進製程的時候呢 台積電持續下 這個重資金嘛 繼續發展 就後來就贏了這英特爾 所以黃仁勳在這一次喔 他在AI的地方踩一個煞車 到底他會對會錯我們不知道 這個修益姐你怎麼解讀 當然 黃仁勳講話 市場洞見觀瞻 那我覺得 在他講話的這個特殊的意義上面 在大家沒有講AI的時候 他講AI 當然是符合他的身份與地位 那當大家都在講AI的時候 當然以他大哥的姿態 他就不會再講AI 那不講AI的重點裡面 我相信一個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這一句話 好的獵人要懂得安靜的等待 因為有一個東西 要比AI更快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出來了 而且我們說CAS在 成功率更高的 對 他大劇透 他為什麼要劇透 為什麼要破梗 他破了一大堆 準備要新商品要拿到市場上來的 這一些 電競筆電 那我覺得他就是這些電競筆電的最佳代言人 所以他這一次都在講電競 重點其實 裡面我們看到的 他提到了PC的繪圖晶片 還有新品的技術發表的展示 秀出來給大家看 讓大家看到 新的筆電或者是新的繪圖晶片 現在可以做到的狀況 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已經也不再是AI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主題而已 那我們來看他講什麼 對 那這個部分裡面我們其實可以看 他看望電競點名了很多重要的台場 而且這些商品裡面我們其實也可以呼應一下 就是 當 以前我們在講AI的時候這個叫做TOP DOWN的方式 一個AI就像大的探照燈一樣 然後真正其他真正有 有機會的 潛力的 反而大家因為 燈太亮了 通通都看不到了 可是 這一次黃仁勳他知道 他在這些晶片要賣給的是那些 小型的探照燈 這些廠商 那他們又有新品發表了 所以他就 反其道而行 他反而就用BUTTON UP的一個方式 由下而上的方式 由下而上 這個當然也跟這個羅胖講的一個小趨勢 讓大家看到 這些廠商用了什麼樣的東西 做了一個專注在他的一個產品上面的一些特色 那我們首先看到的就是以電競為主 全球的電競玩家人數 兩億的規模 已經有兩億人了 大概你覺得這兩億大概相當於什麼 苹果一年就賣一兩億支 對 那蘋果也不過這樣子 我們講叫高階手機 對不對 那也不過就兩億支 可是現在玩電競玩家的人 就已經超 就已經有兩億的規模 而且我相信這兩億人 不可能都只有一台筆電 對而且也不可能只買一個品牌 或者是只做一件事情 那我們看到 1月底有40多款 這個也是黃仁勳在CS展前的一個大劇透 講說有100多種配方 配置方式的一個新筆電 但每個人他偏好的不一樣 其實玩遊戲也都是有不同的遊戲品質嘛 那有的是要電 他的畫面換的速度很快 然後有的是移動的速度很快 每一個遊戲的一個特色不一樣 所以他就推出了這麼多 不同的繪圖晶片 那 大家或許會覺得說 越新的是不是就越貴 可是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2060這一款也不過才349塊美金 所以其實 1萬多塊的 而且是最新的規格的 所以我想在這個時間點上 大家會更在意的更關注的就是 新的設計 用最薄 最快 最安靜 而且筆電的厚度不到兩公分 重量大概就是 2.1公斤 更輕了 那我們看到 不只是手機在窄邊框或無邊框 連筆電都說 纖細的窄邊框 只有 0.63公分 那廠商都在拼那個怎麼樣更輕 怎麼樣更薄 那我們也看到 畫面刷新率的螢幕 跟超持久的電池續航力 所以這個 看電競不只是看這些筆電而已 還有看散熱 因為 還有包括電池 那今天大家也看到這些相關的主群 散熱精很強 電池像芯普 也很強 營收也不錯 那我們也看到電競遊戲的產業 它能夠帶動起來的絕對不是只有這個晶片 或者是筆電而已 它要高達150萬的3D動畫師 這等於叫電競 也不過玩家就兩億 這叫電競工業 不叫電競產業 所以我們說這個整個叫做 生態系 一個電競的生態系 有800萬的遊戲直播組 800萬的影片剪接師 而且大家你知道現在YouTube上面有很多都在教人家怎麼玩遊戲 是 那這個 你看他怎麼玩遊戲 或者他教你怎麼玩遊戲 這種 直播組都還可以賺錢 400萬的電腦虛擬實境裝置 也加入了這個產業 那我們看到NVIDIA當年在創立的時候 他說 這黃仁勳講說 我們其實本來一開始沒有名字的 我們所有的那個 檔案代號都用NV 他的意思是說我們是自詢為下一代 下一代 後來當他們要開始成立共識了 要想一個名字 想到了這個NVIDIA NVIDIA的字面意義其實是 羨慕的意思 讓大家現在看到 這個龍頭走在最前面 大家真的都非常的羨慕 那這一次黃仁勳把他自己定位跟 高通做了一個很大的區別 他在電競的主題上面 深刻的讓大家看到他的一個未來的前景 繪圖晶片是他的強項 可是高通他研發的是以5G為主的 他還是在 進軍在自駕車的市場 還有第三代的 汽車平台 那 當大家在AI的平台上面 其實都在開發AI引擎 所以這是一個 極重人智慧於一身的一個新興的產業模式 那我想 不只是這個電競筆電 還有包括這個汽車平台 自駕車的這個平台 都讓我們看到未來的機會 所以我想 在這邊能夠帶動起來的 像這些 主機啊周邊啊或配件 那甚至在散熱的這個區塊 那我們整個聚焦電競概念股裡面 有包括像 這個筆電的維新技嘉 那甚至宏肌動力自身 躍躍大家也非常熟悉 那剛剛提到的超重 泰塑甚至窗高的這個雙紅 台達電還有這個軍熱片的建設 都是大家關注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當然要來 比較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進值在第三季的進值 還在繼續成長的這一些 都是值得大家來留意的 用紅色的表示 第三季的進值還在成長 那我們也看到了就是 在這段時間裡面 大家會去看 去年的獲利數字 還在預估當中 因為第四季還沒有公報出來 那我們為什麼說 圓越行情又叫做夢行情 因為剛好是一個財報的空窗期 所以大家都在做夢 做一做2019年 大概獲利數字可以多少 然後可不可以比2018年還繼續成長 這當然就提供給股價在這邊 有一些上漲的一個動力來源 修姐你提到的這個 今年比去年 預估成長的 股價都很強 比如你看超重 從6.3變7.5 這股價就漲停 雙紅也是 從2.5變4.8 股價收盤也創歷史新高 對 那我們同樣的也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成長 是不是一定本益比就很高 其實我們看到他本益比 都還不高的情況之下 所以不管是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大家去看 散熱的題材 或者是筆電 當然我們仔細的來 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像維新股價現在目前 1月7號的收盤還在79.4 今天已經往上 2377的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其實可以特別去聚焦一下 這個股價在77塊錢 今天並沒有繼續往上做一個公高 主要也是呼應大盤今天的一個量縮 那我們也提醒大家 為什麼 這個 電競的熱度沒有帶起來 筆電 這個新商品都要亮相問世了 沒有帶起來的原因 我想主要還有一塊 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 因為 挖礦機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還有一些 低階的這個顯卡 現在大家都知道挖礦 的機 現在好像庫存很多 對 庫存很多 然後二手貨也丟出來 對 為什麼不想去挖 因為那個算力挖出來不賺錢 對 因為比特幣的價格不夠高 是 好 那我們同樣的也跟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 大盤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要呼應到大盤 那大盤其實 禮拜二今天亮縮大家都知道 雅股漲跌互借 那電子金融都在熄火 除了生計貴買相對比較強之外 我們其實仔細的來想一件事情 就是 待會我們會繼續看塑話的題材 好 那 其實下個禮拜一因為英國脫歐投票 還有一些不確定性 那第一季的財報 超級財報 美國的第一季的 去針對上一個季度的 財報要出來 所以大家其實在這邊還是會比較謹慎 因為畢竟 這個也有劇透嘛 就是蘋果已經先 告訴大家 狀況可能不是很好 其實不只蘋果 包括三星 還有LG 都有先預告一下 對 預告狀況不太好 這種會不會就像根據以往的經驗 我已經先告訴你不好了 所以實際上公佈的數據 就不會太不好了 對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在這段時間裡面為什麼 數字出來了 可是股價卻不再跌 就像昨天的大力光的狀況一樣 那 當然我們也提醒大家 重量級的法術會 除了 1月10號的大力光之外 還有包括17號的台積電 這個都會是大家關注的一個指標 那我們同樣的 也會特別提醒大家 1月10號以前 最重要的就是12月的營收 那我們在 來大概12點鐘之前 我們把一些 已經公告的 我們做一個排序 我們用月增的排序裡面來看 其實相當多都跟5G跟CES展有關聯 這網通的設備 網通的設備 也看到重擊也是網通的設備 有這一些都是以網通設備為主的 那12月的營收月增率也都相當的強勁 那在 當然在這個部分 你打這H是指創新高 新高 對 歷史新高 近一年新高 或者是該月的新高 好 當然這個部分裡面 比較值得大家來留意的就是 在投信也比較在這個 1月份也特別在聚焦 從去年的12月到現在的 比如說像1477的巨陽的這個部分 能夠繼續的在 受惠於所謂的 這個 貿易戰的受惠股 因為他們已經先從這個大陸的產 移轉移出去 那過去這段時間裡面看到股價都一個延續的一個上揚 那當然這個對照起來就是說 今天量縮下來了 所以這也反映了市場沒有再進一步去做追高的動作 所以短線上我們會特別提醒大家 指數雖然大家期待去供季線 但是就個股的這個部分裡面 波段的買盤似乎不是那麼的 一馬當先一直 急於衝刺 所以在這邊我們認為好的股票應該還是要耐心的等待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要等到一個 拉回或者是一個好的價格 再來做介入會比較恰當 來自訪報告